台南市議員謝龍介確定要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南市長 但是在台南議會觀察聯盟公布的第六次定期 這個議員的評鑑結果當中 沒想到謝龍介卻是以43.77分的總分數掉車尾 現在謝龍介也被列入了觀察名單 遭到綠營酸說連留下查看都沒有這個資格 應該直接把他退學比較快 那對此謝龍介回應了 這樣的民調是領了執照的網軍流氓嗎 黨主席朱一倫跟護航說 這份如此離譜的調查不值得討論 跟市長一搭一唱 在議會變財務外的謝龍介 卻被評鑑為代觀察議員 由台南議會觀察聯盟公布的第六次定期會議員評鑑結果 十三位代觀察議員名單中 謝龍介以總分43.77分 調車尾主要是因為出席率實在太低 評鑑結果一出立刻有綠營的議員擬參選人 諷刺謝龍介跑龍套的如何給台南幸福四十年 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南市長的謝龍介 不僅出現在代觀察名單 連留校查看都沒有資格 應該直接退學 對手黃偉哲對評鑑結果 你們只不過是領著執照的網軍流氓而已 只是代表少數少部分的人 要來打擊謝龍介或打擊某些市議員 有值得討論嗎 連民進黨總召都說 這是一個非常離譜非常荒謬的調查 才剛宣布要推卸龍介出戰藍營最艱困的選區 立刻被評鑑結果打臉 也難怪藍營炮口一致 極力撇清就怕影響選民觀感 記者楊文化台南報導